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 而且所有的梦想都会心想事成 但是兄弟们 咱们普通人就不要瞎想了吧 除非你跟范线一样 也有六个好爹和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娘 不是我说啊 看完七月年第二集 难道大家没有发现 这才是今年最霸道爽文的剧吗 是的 我又要开始耍帅了 我建议啊 这个名字嘛 也不用起得这么文糙糙的 叫什么七月年了 我给大家直接翻译一下 可以直接很简的叫 我有无敌爹娘 只嘎嘎乱啥 无脑爽翻篇 还全谋 全谋啥了呀 反正永远都能逢凶化鸡 不是这个爹保证 就是那个跟他娘有什么交情 你给我说 这叫混官场 这叫全谋 虽然我已经竭力控制自己 不去吐槽犯贤 这个男主的逆天程度了 但是看到二十几集 他一口气接上了一个 亏宫两千万两的一个国库 他眼皮都不带眨的 做一个普通社畜的我 还是破防了 你想想啊 我们普通社畜 连打个车都得思考半天 自责半天 而人家一口气就接下来 一个几千万两的亏空 这对咱们普通人好像一点借鉴都没有必要啊 今天呢也是追完了全集 果然跟大宗是叶刘云的最惊心动扣的一战 又是靠嘴皮子就解决了 至于原因嘛 你们懂的嘛 啊 叶琪梅就是这个世界的免死金牌 连个苍蝇都必须要给他一个面子 懂吧 本来抱着一个偷学几招的心态 说这部剧是难得的戏康 结果最后就只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你投胎投好了 以后就不存在什么技术花 对吧 听说第三季要边拍边播了 但是这第二季这个剧情是真的很不稳定啊 而且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完 所以说大家还会期待第三季吗